大家好,我是KyoKyoです 好了,來到第三個星期 我們今天星期會說一些不同的 不再說人物 我們會說另一個 平時在生活經常都會用到的 就是 數字 沒錯 我們平時很多情況都會用到數字 我們今天就最簡單說了 0-10的日文是怎樣說的 好,我們這裡首先由0開始 0的話可以讀 0 1的話是1 2的話是2 3的話是3 4的話是4 5的話是5 6的話是6 7的話是7 8的話是8 9的話是Q 10的話是10 以上就是0-10的用法 其實日文的數字都蠻複雜的 但是我們這裡再慢慢說 大家只要用時間去記憶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先記住這麼多 我們先看 じゃあ 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都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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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